其實這個東西是不可能變形的 但是那個造型我覺得是非常之一流 玩具TV第十一季第五集 剛剛講完鬼 我們先講些驅鬼的東西 拉打 CAMMAN LIDAR OZ 以及CAMMAN LIDAR LASER LEVEL 3 一隻新一隻舊 玩一隻 LEVEL 3 其實那時候看這一套EXPER 我是喜歡他的 因為他真的死了 我覺得他很型 但後來復活這個就是後話 而最型的形態居然就是 LEVEL 3 這一個形態 因為他的電單車變出來 他的最終形態我也喜歡 就是有那個 我忘記了 是否叫BOX 即是彈泥豆的老爸 那個驅動器變那個 電影版還是電影版 電影版 OVA 我沒有看過 V先 我只看了DIS 那個真的漂亮 OK的 是否藍色那隻 不是那隻 忘記了 算了 主要是先講這個 LEVEL 3 其實他用一個武士 武士的樣子 挺漂亮的 背上就是有電單車 其實這個東西是不可能變形的 但造型我覺得是非常之一流 那時候他那個 兒童版的那隻玩具 都特意修改 嘩 這麼有心 配件多不多 配件沒有 都是回 這個原本那時候是 阿 是否黎泰豆 那時候送的 對 現在這裡的東西又回 因為他搶了他們 殺了他們之後 好 都可以看回本身整件東西 都看到他的黑色 就是噴了光澤 所以變了頭盔 肩膀 那些位置 都是亮亮的 黃色也是主體 看上去 就有一點膠 雖然做了一個 Cross Coating 另外下面也有些 金色點絕 變成整件東西 看上去的感覺 就舒服很多 最主要都是喜歡外型 比較霸氣 有些 沒有事的感覺 還有他的腰帶 也挺像 有齊 所有的細節位 好 拉不拉來的 哇 拉到的 拉到的 很厲害 還有本身 拔到出來的 連鎖都拔到出來的 很害怕 大哥 不要搞的 跌了皮靶的時候 大哥 地板精靈最怕就是這些東西 地板精靈最怕就是這一塊 這個東西 記得當時 是拔得出來的 是 原本 之前的板本是白色的 這次的黑色 這次的這個就好像實正了 是 之前那個就好像不掉出來 哈哈 握個雙刀 先握個雙刀 握個雙刀 收去工 那些形態都出了沒有 如果你要計算 VC 你不說那些 最後的形態是沒有的 其實我自己挺喜歡 最後的三套 叫OVA版 好看 好看 因為你真的要看結局 要看這三集 還有也是叫做 一氣可成的 三集 是一定要看完的 變成可以見到 譚麗斗和他的最終對決 是最終對決的 嘩 真是非常之熱血 你拿個雙刀 很厲害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三個造型 比之後那些都來得帥 對 無緣無故來給了 那些 藥化 沒有裝甲 就是踢腳 可動性如何 他這麼多甲 會不會 可以的 另外 反而我比較喜歡 所以他 等級二 等級二 比較貴 電單車 嗯 因為他本身上 本身比較重 他好像不太容易站得穩 但腳底 今次是金屬制 還是膠 是膠 難怪 這樣就會頂到 他的造型 造型關係 而且我看到他的頸 因為兩邊的甲 都頂著他 變成左右望 好像也有個限制 不過也沒辦法 依然是他用了這麼重的造型 這些是喜歡的角色 就叫做的 Chambara Bike Level 3